今天吃什麼? 阿KING跟你想碰它! 花膠煲雞湯 花膠有很高的營養價值 它的膠原蛋白很高 還有滋陰養顏、保神養血 對腰痛、膝蓋痛、酸軟也有幫助 其實花膠是魚錶 大條魚的魚錶曬乾 成為花膠 今次用雪魚的花膠煲 還有雞、乾瑤柱、紅棗、龍眼肉、蓮子和杞子 花膠洗淨 用清水浸泡 現在用雞湯 要煮三小時 乾瑤柱都是一樣 用清水浸泡 這樣浸泡 乾瑤柱沸泡了三小時 这样的状态 外面有一层衣 我们可以把它撕掉一层衣 因为衣衣比较硬 然后我们将干尿柱拆散 煮的时候比较出味 所以有时候煮汤 不一定要选择很大的干尿柱 选择碎的干尿柱也可以 这次我们的鸡 不要选择太肥的鸡 最主要是用鸡尾 不想太肥 鸡头、鸡尾 不要选择 鸡脚 剪掉鸡脚 用鸡皮 不要选择鸡皮 很容易 在背部剪开 跟它像削衣裳 脱了膚 大鸡脂肪也要把它撕掉 鸡洗淨后 鸡浸水 放上两片姜 加点兆型酒 放鸡汁滚一滚,去掉血水和腥味 兩邊也要滾一滾,中間也要用水沖透 花膠浸泡3小時,就是這樣 因為是煲,用高速煲,不用浸過夜 煲滾水,同樣放兩片姜,放些紹興酒 然後把花膠放進去,滾一滾 花膠滾一滾之後,就會縮起來 用來披披它的腥味 清洗乾淨 用高速煲來煲,把雞放進去 然後把花膠放進去 乾瑤柱 紅棗去魂 龍眼肉 蓮子,記住是去心 因為中間的心是苦的 薑,放兩大片 然後杞子浸了水,但我現在不放進去 待會再放 放些清水,剛剛浸過雞面就可以了 現在用高速煲,煲30分鐘 然後再燒一小時 然後再燒一小時 滾起之後,我們就撇了油 因為雞也會出油 我們撇走油 撇走了油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杞子放進去 然後用中火,滾15分鐘 然後我們就可以加海鹽 這樣就可以搞定 一個這麼滋補的湯,大家不妨多點煮來喝吧 想知道我下次煮點嗎? 快點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和你的朋友分享呀 請訂閱我的頻道